大家好,我是1號參賽者,DX5Y19號,葉榮傑 我想問一下,這個設計是怎樣的呢? 最主要用魚膠粉,然後倒入一個容器裡面 中間,再加鹽進去,之後讓雞蛋浮在中間 雪凍完之後,把魚膠粉倒出來 之後再切開,然後拿出雞蛋 再在上面加紙糊的物體,等它乾了 到比賽的時候,我就預備了熱水和魚膠粉 再撈完之後,把比賽的蛋黏住它 再用很多膠紙捲著它 所以我再放在一個垃圾膠袋裡面 裡面裝滿了很多水 那... 是這麼多了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你要裝水 為什麼要裝水? 對,當時的牆壁很討厭 好像在下雨一樣 其實我也沒有遇到它會... 就是... 膠袋會穿洞 其實本來是... 我做好... 膠袋是不會穿洞 但是裝水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就穿了洞 所以就好像下雨一樣 原本是想令它重一點的 對 好...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個設計的概念呢? 為什麼會用耳加粉呢? 這個設計是... 因為我弟弟也有參加過比賽 他... 他在想著 有時候我也在想著 想著想著就... 這個想法就突然爆出來了 就是這樣了 原來是爆? OK 那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什麼特別難忘 或者有什麼困難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是... 熱水不夠熱 所以溶不到魚膠粉 所以黏不到 最後就要找很多膠袋捲著它 哦 你覺得... 這一次科學後 有什麼可以改善呢? 可以改善? 沒有啊 沒有啊 多好啊 謝謝你 謝謝你 大家好 我是參賽者的其中一個 我叫陳文章 是DS5i5號的 請問你那個... 保護容器的設計是怎樣的呢? 其實呢 就是把三層的法寶膠搭在一起 然後再在中間開一個洞 把雞蛋放進去 然後在旁邊放一卷膠紙 再用一些報紙包著它 然後再找另外一些膠紙 包著那個報紙 令它更重 咦?為什麼會放一卷膠紙 進去呢? 因為法寶膠和報紙 大家都知道是一件很輕的東西 但是我捲膠紙呢 因為很大捲 而且是很長的 所以它聚落的時候 可能會快一點點 哦 你當初在一起之前 你的概念是哪裡來的呢? 其實都是 問了我爸爸媽媽的意見 我爸爸就說融合膠 我媽媽就說報紙 我把他們兩個混合之後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容器 那你在設計的途中 有沒有受到什麼困難? 設計呢 在比賽途中 因為說要用 比賽的雞蛋 所以就要 臨時 弄一個 弄另一個法寶膠 令到時間很匆忙 差點就不夠時間了 那你有什麼想跟大家說呢? 過一個雞蛋比賽 其實都挺有意義的 因為要運用一下腦 才可以想到 究竟 怎樣才能做藍色雞蛋呢? 令到大家都有進一步的思考 你覺得這次的活動 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改善的地方 就是 如果在一日之外完成 那就更加好 不用拖這麼久 好像 如果人家 譬如星期四 有空 但星期五有空 看少了一場 就變得很可惜 看不完整個賽事 好 謝謝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BSIP 我是黃翠惠 我是黃翠惠 我們兩個得獎 那件的設計 是用了什麼東西 你覺得呢? 我們 昨天有個袋 裝著 裡面的東西 最大一層有報紙 然後第二層是切片的瑜伽粉 第三層是有麵粉 裡面有隻蛋 然後 還有切片的瑜伽粉 還有報紙 就是這樣 哇 我不是材料 因為你的概念是哪來的? 我們的概念是由Youtube提供 然後呢 再加上 我們 自己的 想法 然後將它混合在一起 就是這樣 想問一下 途中有什麼困難 或者有什麼難的東西 那隻手呢 就爛了兩次 那些egg rock都滴出來 現在那隻手很臭 嗯 那你覺得下次幫我 我會有什麼可以做的時候呢 就是 那隻手很臭 我一排 嗯 那些蛋 不要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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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多謝你們兩個 自受訪問 會讓我健康 了嗎 你在做什麼 那些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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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